很多朋友都在问iWork 10是如何去装Windows 8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需要去准备一个8G上U盘 格式化整个U盘 第二点将已经制作好的文件目录 所有文件全部拷贝到U盘的根目录下面 接着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装机的一个情况 先装入的U盘在这个位置 插入这个Hubble 把Hubble的电源插上 接着这根数据线 通过OTG线连接入平板电脑 等一下 接着这一根和这一根是分别是键盘和鼠标 好 我们在关机的状态下面 开始插入那个OTG线 接着按住开机键 等这边亮红灯的时候 亮起红灯的时候 按住XS键 ESC键 接着就会进入BIOS 好我们在BIOS里面 开始用运用键盘 左右 在BOT这个选项里面 接着我们在下方的 第一个OCTIN-1里面 回车 接着选择 第二个 接着OK 选择 都是可以的 好选择 接着我们进入Save and Exist 接着存储 我们现在通过存储 然后确认 好 就可以重新启动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现在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哈 如果是说你装过了系统就要输入D 如果说你的机器未刷过系统请输入C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指令窗口 我看一下 这个平板 现在窗口已经打开了 我们在下面通过键盘输入相关的文件字母 输入的是C盘 然后接着我们可以打开 CF.BAT 可以看一下 CF.BAT 好 回车 然后会出现下面的一个情况 命令 命令行 然后直到等到它出现 这个界面 出现这样一个界面的时候 那么在下方 我们再输入C.A.B.A.T就可以了 怎么办 当录完了以后 就录到 我们现在输入C.A.B.A.T以后 就会出现一个进度条 那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计算机上面已经有个进度条了 当达到百分之百的时候 就会看到 下面的输入 就会出现下面的一个情况 好 接着我们再往 然后接着 接着再输入 EXIT 就可以退出了 退出来以后 自动重启 就是温巴的界面了 好 我们先就这样 打招呼 香港 我们先开始